來到學校辦公室偷取錢財 被逮得正著 男子一臉驚慌 在開的拖子嗎 在哪裡 你逮一下 Polo山 牛仔褲 朱信男子穿的體面一臉震驚 不認識的人還以為他就是學校教授 為了避免他人起疑 朱信竊賊就是這樣潛入高雄大學裡 各辦公室 教室偷取錢財 走就不是第一次 他總共從8月份到10月份 中間在高雄大學 那總共竊取了6次 那得手約1萬多元 怎麼會把竊賊認成教授呢 拿出照片比一比 教授會穿白色襯衫 或者是運動風的Polo衫 再看看竊賊同樣也是 穿著Polo衫相似度相當高 因為學校的人很多 而且很大 所以不一定每個老師都認識這樣 可能會覺得說 他應該是某一個學院的老師這樣 就不認識這樣 學校老師你會相信嗎 當時的狀況 當時狀況 對 應該會相信 警方調查 他前後6次潛入學校裡 一而再再而三 偷取錢財 讓他的父母簡直氣炸 就是三天兩天的 管理人可以去回 管理人可以去回 管理人還有事情做 大學校原大學生教授多 但彼此不認識的更多 要是竊賊有心變裝犯案 實在仿不勝防 記者王家慶 陳立廷高雄報導